然后宾宇说 如果现在在6月份 涨跌幅放宽到10% 高低就20% 宾宇提到说 要去跟随法人 有琢磨的标的对不对 是没有说 这样会较为妥当 所以你看那个 先看古王 再看古后好不好 广告前我看了古后 古王大立光看K 上个礼拜就是他领头羊 摇旗这么呐喊 台股慢慢的走往步调 可是3500块的大立光 股王已经创历史新高了 股后当然追了 今天股后再这么一追 股后来到2425块 也再创下新高 跟您说 今天的汉维科 是外资投进自营商 三大法人 同买超 同卖开心 但是最新的公布数字 您就不开心了 今天被列为警示股 就把我们在4月营收 转亏了 对理论上的话 这个第二季的话 之前的话就汉维科地界潮报表比一估差 但它股票还是涨 因为为什么就是说 无论如何 未来一定是往14奈米 往所谓的10奈米 这个这边再走 所以一定要用到它 因为不可能用光鞋检测设备 一定要用电子速 这种高科技的东西 所以它的未来展望是好 比如说去年44块 今年60几块 明年7 80块 获利还是好 那第二季的话 他还是认为他第二季比第一季的营收 会成长68% 就说你虽然第一季不好 但是我原谅你 因为你未来还是会很好 那第二季的话 既然比第一季的营收成长68% 那获利可能估就估到12块 13块左右 但是4月的单月获利还是衰退2.54 那表示就是说 如果要达成目标的话 那起码也要15块 那可能5 6月份 这两个月份的话 要赚这么多的话 恐怕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沿着上楼的话 我是觉得可能市场会稍微失望 那可能就是会再整理 那什么时候又恢复信心 就可能要公布5月份的营收 看是不是让市场又恢复信心 那不然的话 老是地基潮报也不好 事业营收也不好 然后事业的当业获利也差 那这样的话 可能市场的信心会越来越不足 我们再点到关键了 所以汉维科怎么办 最伤脑筋的是礼拜五 本周五汉维科要开股东会了 数字又不好看 股东会可能小股东会抱怨连连 所以要探究指标股之前 我先把刚刚斌宜所提到的 如果土洋法人到现在 依旧同脉超的就比较重要了 今天土洋法人同脉超的是三档 行情冷 冷到你看同脉只有三档 群创红海华雅科 同卖的更冷 只有一档 同卖的是远传 而且今天金融股提醒您 外资买金控 买三档 但卖好多 买六档金控股 盘面上几乎找不太到 可以hold住人气 带来点点信息加持的标的 找不太到 你看今天汉维科不错 结果数字又是长这样 所以来自于什么的害怕 中国大陆那边的扶植压力吗 我讲的是在红色半导体供应链 这一次的半导体供应链 我们列了一个表格 好像陆队长也找到了 是清华紫光这家公司 然后把中国大陆的半导体国家队成军了耶 真的影响很大吗 到底情况如何冠青 我想真的这两个礼拜以来 大家都很担心 从这个政府官员开始担心 就知道这个事情真的很大条 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 去年的时候这个外资 巴克莱写了一篇报告 就是说这也是在讲红色供应链的 那个时候我们的政府官员还觉得说 你巴克莱都乱讲一通 我想时间已经过了一年之后 你去看到 他不但是包括整个下游部分 iPhone现在很多地方他们把我走了 甚至连整个最上游 先前我们引以为傲的部分 现在IC设计 现在台积电我们刚刚提到 这个联发科 联发科现在真的是备受威胁 尤其这个东西一看起来觉得很可怕 因为好像都是冲着像是联发科 利奇这些很高科技的 很高技术的IC设计而来的 这个氢华紫光 我想紫光 大家知道紫光 因为这个紫光应该就是很高级的 像包括这个艾斯摩尔 他们的这个新机台是极紫光 这种极紫光的一个机台 就是紫光的意思应该就很高的意思 艾斯摩尔宾宇 我印象中他也是国际很知名 属于所有的那个半导体设备厂 他好像也是用到紫光领域 没有错 其实所谓的紫光 这个比较白话一点的来想象跟形容 就是说我们半导体在曝光照射的过程当中 光照的过程当中的话 你要去照出 时刻出它那个线路图出来 所以必须要去把它曝光跟光照 那比较高阶的做法的话 就用紫光去曝光 那更高阶的话 就是这个极紫光这样的一个做法 紫光展锐是什么 我想这家公司 它的这个紫光展锐 它的紫光是叫紫光通信 持股百分之七十 我们在讲的是它这个半导体的国家队 因为听到国家队 我们想到中国奥运的一个中国的奥运国家队 就很厉害 金牌一大堆 光听就很可怕 它这个紫光展锐呢 它的紫光通信 紫光通信持股百分之七十 去收购惠普旗下的华山这家公司呢 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 然后呢 目前为止的紫光展锐呢 这个现在看起来是 Intel呢 持有这个紫光展锐百分之二十 表示这个这么大 这么大咖的半导体拒破 都来持股你了 还有包括呢 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个国家半导体的一个 这个大基金去持股百分之十 那我想呢 当然它的一个想法很简单 两大力量嘛 除了借助我们刚刚讲的 因为现在中国大陆最多钱 所以借用的就是它的一个资本力量 另外就是所谓的高科技伙伴的实业力量 高科技伙伴大家看到了 Intel Intel都帮它一倍之力 这也是我害怕的捍卫 连英特尔都持股 入股到紫光展锐两成的持股 我们不要说它是多大的股东了 英特尔的技术也算很优的 尤其在高阶奈米制成的这个部分 所以会不会打到我们台积电 我觉得这当然是未来很大的一个引诱 因为发生到所谓的一个清华紫光 是一个国家力量产生的一个产物 因为它清华大学占51%的一个股权 也代表它背后有非常强大的一个技术人才 跟科技的一个奥元 再加上说近期它把所谓的一个展讯 跟瑞迪克做一个合并 那这两个原本都是在IC设计里面 很有名的一个公司 为什么会合并 因为是国家力量做一个主导 再加上说英特尔的部分是整个一个 国际上所谓的半导体晶片 很重要的一个领导厂商 看重整个一个大陆的一个市场的部分 所以加入到整个一个所谓的半导体的阵营 所以会发现到这个就是所谓的强强联合部分 但会对台湾目前看起来 我们讲半导体业还是一盘散沙的状况里面 会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威胁 所以整个台湾的公司 如果都是一个单兵作战的话 我觉得当然未来会比较辛苦一点 对联发科是利空 因为台积电它主要是代工 那因为你可以发现以一个台积电为例 一年它的折旧的话要2100亿 表示我开门建商 我如果没有超过2100亿的获利的话 我这家公司今年是亏损的 那现在它的半导体 今天要做到一家公司 规模这么大 设备那么大的话是不可能的 它只是中间厂商 可以某些利器型的东西可以去做 但是要这样的话是没办法 所以它越来越高的话 它可能下单就要跟台积电下单 就好像华为它的海思 它虽然4G 5G专利型特别多 但它的代工全部都要给台积电做 所以反而台积电接着是越来越高制成的 获利会越来越好 但是它打是要打联发科这种IC设计 是要做AP 就是做那所谓基频 什么3G 4G那一种的 所以它反而是会打到 类似像IC设计的这种所谓的联发科 可能它以前在3G 4G的市占率 联发科以前3G的市占率最高的话 5成 55% 那可能就会被展信被海思被子光这些的话 慢慢打到 所以原则上它对联发科是一个压力 但对台积电的话 谁都要去找台积电做经验代工 所以一个公司现在要跟台积电拼很困难 因为马上一年就要赚2100亿以上 才有办法跟它竞争 因为折旧一年就是这么高 幸好是这个答案 我们今天做了一个台积电 一张表格高阶制程的时间表 我们塞刚说的好 幸好台积电不断不断的在往高阶制程 自我求进步 往前冲就对了 你在后面追 追吧 良率不够 你还是赢不了我 你看10奈米 7奈米都是主打的 在明年下半年就10奈米了 后年就是7奈米 越走越高阶 不过就打到了联发科IC设计 你看中国大陆的那个半导体的第二张字卡 成军之后 连目标连计划都定好了 这可猛了 我想说真的不是恐吓大家 光看到我都觉得很害怕 五年内要投资多少 300亿的人民币 而且他在这五年的目标 营收要达到百亿美元 市值要超过千亿人民币 手机晶片市占要世界第一 大家不要看错是第一 还要进入世界爱设计的前三名 你怎么看都觉得他的目标 瞄准得很清楚 就是我们家的联发科 所以你去看为什么联发科最近股价这么低迷不振 当然联发科并不是完全都没有办法反击 不过目前为止看起来 他这个东西花了这么大的钱 我想打起来会很夸张 这是他第一次去做这种比较高阶的一个半导体 因为先前我们看到只是看到什么搜购像什么展讯这类的公司 可是现在连这英特尔都进来了 所以你可以知道 我想当然面对这种红色供应链 你大概只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去选择有办法对抗红色供应链的 那台湾很简单的可能就是大力光嘛 可成嘛 凯胜 第二种是 第二种你去跟着他去做 那我这边所选择的部分是跟着他去做的 什么叫跟着他去做呢 红色供应链我们这边会吃得到饼 这块大饼的部分 其实我们看到包括这边看到今天涨停板的 像是6214的金城 为什么今天金城会涨停板 其实不是因为他获利多好 第一季才赚0.64元 为什么股价值到70块钱呢 原因是因为他的转投资公司叫四方金创 他主打就是金融IT 5月27日要在创业板挂牌 这个创业板指的就是中国大陆的创业板 那创业板呢 就是涨跌幅 哇 这涨起来也很夸张 他创业板涨幅比那个上正跟深圳 你看 你看完全不回头的 还更猛 其实创业板涨幅是第一名赢过上正跟深圳 而且如果说指挥长没有用 重点是他这一家四方金创 他的获利是目前所谓的信息股里面的一个股王的 安硕两倍 那安硕的一个市值是260亿人民币 那如果安硕今天是跌停板 安硕跌了10% 所以今天大概是230亿人民币左右 同样情况之下 我们看到像是F淘地 这种跟中国在中国这个卖童装的 卖这个服装的 他二胎化童装 他也是受益到 这次包括F大地 其实最近刚刚这个 我们刚刚有提到是全通交易 最近修正的比较多的全通交易 为什么呢 因为全通交易去年也不过才赚多少钱 赚0.46元人民币 你换算回台币回来 你把它乘以5的话 也不过赚多少 赚2块钱 2块钱左右 但是大地赚多少钱呢 大地去年赚了7块钱 那我想大地应该很后悔 当出去逛创业板就好了嘛 可是呢 当然大地赚了7块钱 全通交易叫2块钱 那既然过来到台湾 你就看看他基本面 其实他的毛利率真的很高 今年第一季毛利率就高达79.4% 那主要也是受惠到 这二胎化的政策开放受惠 目前的客户 因为他所做的是包括幼稚园的顾问 幼儿园的顾问 还有包括幼儿园的教材 所以我这边写叫做 幼儿园的相关转硬体 你要转体 你要这个顾问也OK 你要教材他也都有提供 目前的客户数是223家 今年呢 预计还要再增加30家的一个客户 我想这都是在中国大陆 去赚中国大陆的钱 另外最后一家是宣德里面 就跟我们刚刚提到 宣德其实这家公司 是力训在台湾的子公司 那力训呢 在最近以来 我们看到他从这个 从27 28块钱 一路的涨到50元 涨到50块 涨幅真的是很大 今年以来 几乎这样来串的话 就大概涨了八成九成吧 不过相对而言 宣德涨幅小很多 可是宣德在今年4月份的营收 跟正威一样都创下新高 刚刚这个阿布哉有提到 正威其实这个 最近为什么会有人 为什么正威会涨 因为你说看中国大陆 那些公司本益比真的太高了 有些人回来 反而去买本益比比较低的 一个正威部分 那正威跟力训 他同列为 这个苹果的Type-C的供应商 所以4月份 据说已经开始提早拉货了 大家知道这个新的MacBook 他就使用Type-C的这个界面 那大股东这个力训呢 在上礼拜 我们在这个节目 跟大家提到过 他最近汇钱进来 大概汇了3亿元左右 要加码宣德 大概要加码到持股 31.7% 所以呢这些跟中国大陆 红色供应链有关 如果说你第一个选择 你去选择对抗红色供应链的 大力光马可乘 这些或者包括红海 你如果认为他可以对抗就OK 台积电应该也可以对抗 对 也是可以对抗 但能对抗多久 我们不知道 因为呢 这个跟钱有很大关系 但是另外一部分 就是选择说 这些跟红色供应链 非常紧密结合的 我想当然 如果说对面的 这个中国大陆股市 本益比高了 会不会有些资金 反而回来买这些 本益比低的一些个股 我想投资我值得去留意 半导体加油咯 我说加油 这会儿你我都希望能够更好 请看新台币 新台币兑换日元 我们国内最近呢 这个所有的人疯狂的 去抢买日元 因为呢 现在画面上你所看到的是 一台币可以兑换多少日元 在2011年 2012年的时候低档 那时候呢 一台币只能够兑换 大概呢是2.5块日元而已哦 现在呢 一台币可以兑换 快要4块钱了 3.978日元 17年新高 也就是呢 17年长时间下来 现在台币兑换日元 台币是最值钱的 你可以换最多日元的 今天 但是有人说 汉伟啊 有人说 大概本月就会破 一块台币兑换 4块日元了 我现在要换吗 如果我现在换的话 跟一年前我换 差多少啊 对啊 这个当然就叫做 没有最便宜 只有更便宜 所以日元里面发现到 这个越换越便宜 当然就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字塔的部分 试算一下 如果去年 去年有一波 在11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日元重点 我们看日元兑换美元 就知道了 为什么今天聊这个主题呢 就是去年那个时间点上 时间拉长 对 就是在这 那时候是大概120 就是一美元兑换 120日元 大家说 哇 日元变这么多 美元之前 台币也值钱 狂换日元 换到怎么样 你知道吗 我们国内的银行 没有日元给民众换 对啊 那一波非常的夸张 那一波其实整个台币 对日元汇约是 一换3.75 也就代表说 一块钱的台币 可以换3.75的日元 那是不是3.75 现在都3.9了 对啊 都3.9了 就代表说 其实就是讲 没有最便宜 只有更便宜嘛 你越晚换 越对你是有利 但如果就整个日元 换回的部分的话 有些人会想说 那我要不要未雨绸缪 我今年年底去 那我现在先换一些 来准备 我觉得从长期的一个现象 来看的话 可能不太需要 因为我们来看这个 算法的一个部分 去年的5月23的时候 一个台币 一块钱台币 可以换3.38的一个日元 那以今天这盘中 我们讲说 它的一个中价的部分的话 一台币可以换到3.99块 要接近到4块的一个日元 所以你看 隔了一年之后 从整个一个3.38 多换到3.99 所以如果说你去年 就是先换起来 准备今年要出国 你会亏多少 10万块台币 你去年 你先换起来 等你可以换33.8万的一个日元 但如果你等到今天 才去换的话 10万块台币 可以换多少 39.9万 你看 你可以多赚这么多 往一年来换 这个日元 可以多赚这么多 对啊 晚一年你去算一下 39.9 减到33.8 你可以赚6.1万的一个日币 所以你晚一年换 你多赚了6万块的日币 6万块日币可以做什么事情 你可以住顶级的饭店 你可以去购买更多的一个东西 甚至说你去买日本很夯的水波炉 或买一些所谓的一个 日本的电信用品 都可以赚很多的钱 所以我们发现到 就是说除非你是立即要出国的一个需求 你当然要现在换嘛 但如果说你是明年才要出国 我欠大家千万不要把日元 囤一大堆信用在家里面 可能你保管也比较麻烦 而且可能会有遗失的一个风险 但你会发现到 其实如果就整个换汇来说的话 第一个重点 就是要看整个汇率的一个趋势 也就是说日元 如果是一个长期看扁的趋势 你当然不用现在马上换嘛 你可能一年后两年后换 都可以换到更便宜 所以你的言下指引日元兑换 我们看我们自己做的那张图 一台币兑换多少日元 您的看法是 还有在台币强生日元重贬 1比4是一定会看到 那1比5是不是 未来也可预见呢 你的研判 我觉得1比5当然有可能 但这个涨幅可能是两成以上 25%的涨幅是有点过大 可能1.4.4或4.5的部分 有机会看到 有代表说其实你目前 整个一个日元的趋势 大家会发现到 日币兑美元最近还是一直在做 一个贬值的一个态度 刚刚我们看美元兑换日币 也是一样的 美元兑换日币 因为是网上 就呈现了贬值时间拉长 这个你看从101 这是去年的7月份 10122 这个122在这儿 已经大概有三个月的时间 而且这是美元兑换日元 日元重贬的新低价位 对啊 而且这个波段里面 其实美元是从100 一路跌到93 对 但你发现到日元 没有什么样的一个 大幅度的一个增值 还贬呢 为什么呢 因为日本的央行 今年1月份到4月份不断重生 我今年还是要印80兆的日元的一个 扩大宽充的一个态度 对 继续QQE印钞票 对 但是80兆日元 IF在上个礼拜有跟他讲说 80兆不高哦 还要再多印一点哦 因为他说就IF的统计 未来两年日本的经济 还有下滑的一个风险 通膨部分没有办法迅速的一个成长 所以他会建议日本央行 不要不印钞票 还是要继续印下去 这有一个地方 给佐政刚刚汉伟说的 我们在第一段 不知道有开场说 日本股市今天 又在创下15年的新高 日本股市 因为数字是什么 他们竟然哦 日元扁成这样嘛 日元重扁 结果他们的贸易 还呈现了逆差 可见他们贸易 现在情况还是弱的呢 对啊 整体上来看 就代表说日本 但有一些很大的出口公司 它是获利的 但有一些以进口为主的一个公司 其实它的一个获利不断衰退 甚至出现亏损状况 代表整体上来看 日本的企业经营的环境 还是比较困难一点的 更糟糕的 日本的经济成长率GDP 也是大概五六成 来自于内需消费 而不是出口所带来的 所以日本未来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 第一个就是日本的通膨率的部分的话 它用所谓的消费税 去提高所谓的通膨物价的一个水准 但在消费税实施完过的一年 整个通膨没有出现太大幅度的成长 所以代表日本央行 还有印钞票的一个可能性 那再来第一届的GDP成长率2.4 比欧洲跟美国来得更好 但整体上来看的话 其实也是来自于整个出口的一个成长 跟汇率的一个下跌 所造成GDP的成长 所以未来日本央行部分的话 看起来还有扩大QE的可能性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 为什么日本股市一直涨 因为目前传出来是说 日本央行买债的一个规模的部分 因为没有新的债发行 所以没办法买债 所以未来会扩大买ETF的部分 就股市的ETF 所以日本央行目前是整个所谓的日本股市里面 第二大的一个法人股东 OK 汉委你先请回座 我怎么听下来有点极皮疙瘩害怕 日本央行现在印钞票 就他们的经济真的无所不用其极了吗 通常我们QE印钞票是央行印钞票 另外一手去买财政部发行的政府的公债 现在因为日本财政部 没有再发行更多公债了 反而去买他们的股市 难怪日本股市创下了15年新高 可是就怕它没有基本面做支撑 所以池源会再继续大扁了 其实我们刚才看到 那个是第一季的GDP是正2.4 因为它是年化季 它是跟上一季比较 那我们就纯粹应该是要 跟去年同期比较的话 它是摔退1.4 所以表面上 它跟去年第一季用年化这样来算的话 是成长 其实它跟去年同期的话 它是摔退1.4 其实还是不好 而且它通膨率还是没有拉上来 所以我是觉得它的所谓的QE 还有所谓的日元的贬值的话 还是一个趋势 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爱门府才会说 不够80兆日元再狂印吧 会不会真的日元日本 到最后只剩下两样东西 股票跟钞票 那基本面呢 进广告回到香港之后 您所关心的日元 我们该怎么换 划算 让汉伟继续把它说明白 还有一点 钱是最珍贵的 辛苦赚钱就要留在身上 怎么会根据警方的统计资料 今年以来到4月份为止 我们国内被骗的人 倾向是高学历诈骗集团 真可恶 但是怎么骗的呢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